臺灣問題不是什麼民主問題 而是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 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從未分割 也絕不允許分割 臺灣的前途在於祖國統一 臺灣同胞的福祉基於民族復興 兩岸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 更不是分裂的藉口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充分考慮臺灣的現實情況 有利於統一之後臺灣長治久安 是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我想強調的是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從來沒有授權任何國家 以監控違反決議活動為由 在他國管轄的海空域部署軍力 開展監視活動